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再说一遍 我们到底怎么样得着耶稣 其实这个问题比较容易 只有愿意不愿意的问题 可是后面的一个问题是 到底从耶稣得着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 怎么样的生命 很多基督徒以为他知道什么样 他以为他知道了得着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 可是他一生都很挫折 一生都很不错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到底我们得着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 如果你没有弄对 你一生会挫折到死 我很抱歉地告诉你 你信的耶稣结果还是很挫折到死 可是如果你知道我们得着的生命 是怎么样的生命的时候 你一旦确定这个的时候 我可以告诉你 我可以告诉你 那种当然这个是有过程 我现在是把结论告诉你 就有一天你会突然觉得 我笃定了 不是因为外在的环境 而是我笃定了 我确定了 外在是不能被改变的 听得懂吗 外在是不能被改变 我是指不能被你改变 不能被我改变 我们现在谁想要让乌克兰 跟俄罗斯不打仗呢 你有办法吗 我现在讲你有办法吗 我们台湾夹在两大国之间 被压在中间对不对 你有办法吗 我昨天还劝我们一个好弟兄说 你别再忧国忧民了 你又不信犯又不叫种烟 对吧 你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我没有说这样子不对 我告诉你我就是这种人 我就是这种人 我就是想要世界和平 我就是想要所有人被照顾 有时候我看到一个穷人 我只能把眼睛拿走 不然的话我看着他 我就没有办法 我是这种人 可是怎么样过一个基督徒的生命 是个笃定的生命 今天很多人讲丰盛的生命 说他把那个丰盛想成物质上的 你真的误会了 不然的话耶稣怎么这么穷 一直穷到后来还被钉在十字架上呢 你说对吗 他自己都没有过一个物质上丰富的生命 然后我们一直强调这个生命是一个物质上丰富的生命 会不会搞错啊 你知道吗 我们就拿一个东西要用在自己身上 然后把它推死掉 这个不是我们的信仰 那到底我们的信仰是怎么样的信仰呢 我们的信仰到底是怎么样的生养呢 当我们讲生命的时候 我们不得不注意到人生命的奇特 Yes 我在讲你呢 你就是个人嘛 对不对 你生命有什么奇特呢 你我人和其他动物生命表现 有许多相异的地方 其中一个就是 人类的悲哀和痛苦超过其他动物 人类的悲哀和痛苦超过其他的动物 外在客观的患难 外在客观的患难 人是否比其他动物多 我们没把握 你要知道我海龟出生 从他的蛋变成小海龟 然后爬到海里面活下来的 只有1% 也就是说100颗蛋 孵出来的小海龟 进到海里面的只有1% 99%当场就结束了 因为上面已经有很多的鸟 等着吃它们 所以它们的外在的痛苦和患难 我们是不是比其他动物多 我们没把握 可是我们内心的苦闷和忧伤 人类大大的超过其他的动物 这不是我说的 你只要稍微看哲学的书 稍微看医学的书 都会知道这个很简单的答案 人类和其他动物最不一样的地方是 它想做的做不到 它想忘掉的忘不掉 它很累却睡不着 这是跟其他动物不同的地方 让我们很稀奇 对吗 我刚才讲的有的人请举手 请放下 举手的人是反应快 举手慢的人 举手的人 没有举手的人是反应慢 或者你没听懂我在讲什么 我们当然是这样 我想做的做不到 我想忘的忘不掉 我很累却睡不着 为什么人类的生命这样呢 我们发现 其他的动物没有像我们 受到思想这么大的牵制 或许我们可以说 可能就是因为 人的思想太过复杂 太过深沉 因此人类最大的困难 并不是在于体能的不足 而是在于思维或思想的问题 大部分的动物 是基于本能 只有要不要做 以及能力 体力 能不能做到的问题 可是我们的问题不在这边 我们想做的都做不到 不要讲都 我们想做的 很多做不到 不只是体能 其实是思想的问题 或者我们做到了 可是我们事后就觉得 做得不够周全 动物没有像我们这么复杂的思想 它没有完全不完全的概念 它没有这个概念 它们就承认现状 承认现状 但是人是不愿意承认现状的 对吗 来 你愿意承认现状吗 很难吗 我告诉你 你一承认现状就不痛苦了 我们就是不肯承认现状 刚才我看到Kate 就问她说 她可不可以回来 她说还没有 我说 如果我们就接受现状不痛苦 接受现状就不痛苦 她在那里 我在这里不痛苦 就是不要 我要她回来 这叫做不承认现状 现在当然有所谓 承认现状 不再努力的思想 承认现状 不再努力的思想 这叫躺平 对不对 最近开始流行的 躺平的思想 它能不能成为主流的思想 我们再看看 我们再看看 不急的 这个思想才产生了几年 你让她看看 能持续多久 19世纪的思想 到20世纪才开始 才开始在慢慢实践 20世纪产生的思想 21世纪 想都不想要 那21世纪产生的思想 到底能支持多久呢 我们承认现状这一件事情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困难 我可以告诉各位 你只要一承认现状 其实你就满意了 你不肯 你不相信 因此 人会在实质跟形式当中来徘徊 我们人就是实质跟形式当中徘徊 我们很想把实质定型 把实质落实 于是我们就用一个形式 把实质确定下来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当我们借着一个形式 把一个实质确定以后 那个实质就慢慢失去了 如果你一把重点移到形式 移到那个形式 实质就慢慢地失去了 早上 因为我讲到预备完了 吃饭的时候 秋华就问我说 你会不会紧张 你再问我这个问题 我讲到讲40年 你问我会不会紧张 我跟你讲答案是会紧张 因为我怕我不能把 我所想的 我所讲 我所写好的讲给你们听 我讲不够好 我的紧张在这个部分 至于我里面的冲突 我已经结束了 我最大的困难在写讲章 因为我已经写成文字了 你听得懂吗 我最差就是念给你听 那个叫做形式 实质是我所想的 形式是我所写的 对不对 我就用这个文字的形式 落实了我的实质 对吗 可是当我写完的时候 我总是觉得说不够好 没有写对 或者没有写精确 或还有要改的部分 这就是我最大的困难 所以你一旦把实质 可是你要知道 实质弱 不把它落成形式 实质是很不稳定的东西 因为你抓不到它 因为那个实质 是一个很不稳定的东西 所以秋华问我说 说你这个紧张不紧张 我说基本上 我有逐字稿 所以我不会紧张 因为我已经把它变成形式了 可是我的紧张在于 我这样讲完之后 这一个形式 跟我原先得到的实质 是不是一样的东西 还有我这样讲进去之后 从我这里到你那里 你到底听懂没有 这也是我担心的 人类有一个很大的麻烦 就是当我们借着一个形式 把一个实质确定以后 实质就慢慢失去了 我们一直去遵守那个形式 一直遵守那些 法利赛人就这样出来的 他们当时有实质的时候 就是要了解上帝 上帝说我喜欢你这样 我喜欢你那样 后来上帝说 你很难 对不对 我把他写给你 就写给你以后 我们就照着那个写的去做 就越做就越远离实质 这就是我们人 我们人类有个很大的困难 就是观念和行为之间的差距 我们有一个观念 我们有一个思想 我们就希望透过行为 把它表达出来 可是一旦我们透过行为 把它表达出来以后 我们就发现我们的重心 就移到了那个 一直在关注那个行为 对不对 这个行为对不对 而不是那个观念的内容 因此太看重行为 所表现的结果 我们原有的观念 就渐渐失去了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 已经睡着了 对你太难了 对不对 我告诉你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跟你将来 能不能够很笃定地活着 非常的重要 我们如何在实质跟形式当中平衡 这就是我们的生命 我会告诉你 这就是我们的生命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会发现 我们重心移到了行为的表现 而不是那个观念的内容 因此我们太看重行为表现的结果 原有的观念跟实质 就渐渐地流失 所以我们人类最大的痛苦 你知道有的人不太痛苦的 是因为他根本就不想处理这个问题 可是你不想处理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却一直存在 一直直到你死 所以很多基督徒 他将来至终是得救的 我完全没有问题 我觉得他完全没有问题 可是他在人生当中还是很痛苦 你为什么不花一点点时间 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呢 解决掉就很坦然 不是躺平 是坦然 是平安 你知道那个平安不是西线无战事 那个平安是内心非常笃定 非常笃定 所以我们人类一个很大的痛苦 就是到底观念要不要实践 一旦付诸实践 我们就发现落差很大 换句话说 我们人类有个很大的悲哀 就是我们的所知 我们的所知 不能等于所行 当我们把所知的行出来 我们就发现 行出来那个东西不是我所知的 这就是我们最大的痛苦 你们没这个痛苦啊 你有这个痛苦 只是你不知道 你的痛苦在这里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其实你有这个痛苦 你只是不能像我这样 准确地描述说 你的痛苦在这里 你的痛苦在这里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人都会这样呢 我想有很多的原因 而归根结底就是 人是一个不完全的状态 人是一个不完全的状态 上帝创造了人之后 因着人犯罪 因着人软弱 因着人没有照着神的形象 活出来的样式 所以人就从应该有的地位 坠落 或者说堕落 人变成所知不能等于所行 知道的 你不能等于行出来的 来 要不要孝顺 要不要帮助穷人 要不要爱人 要不要对丈夫好一点点 没有 我是喉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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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嘲笑我 准确地说 我们看起来拥有生命 但拥有的并不是神 起初所要给我们 那个完全的生命 你知道我们的问题在这一边 你一旦想通以后 你其实会很舒服 因为我们真正 里面真正的生命 在我们里面失去了 这是我们人类最大的困难 因此我们想要做的 做不到 我们不想做的 我们也不一定能够控制自己 不去做 我们想忘掉的 我们忘不掉 我们不想忘掉的 我们记不住 我们的体力已经用到了极限 可是我们睡不着 我们睡不着 我们身体要休息 可是我们的精神 却活动很多 这是我们的困难 也是我们生命的窘境 感谢主的恩典 你要知道 问题没找到 是不需要解答的 对吗 听得懂吗 没找到问题 是不需要解答的 我教书教了几十年 我常常要学人问问题 他们都不敢问 他们说 问出来的问题很笨 没有一个问题是笨的问题 你只要问出问题来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答案 如果你问不出问题 你是没有答案的 对吗 所以如果没有找到 为什么要答这个答案的原因 你答这个答案是没有用的 那我今天要跟你们回答的 圣经的这一段 是在解决我们的问题 我们的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我想做 我做不到 为什么我不想做 我就去做 为什么我想睡觉的时候 睡不着 为什么我不该睡的时候 我就睡着了 对啊 亲爱的弟兄姐妹 感谢主的恩典 透过圣经 我们发现有一个解决之道 一个大好的消息 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 很清楚的信仰 这个信仰让我们看见 我们有一位神 他不仅有这个理论 而且他能够实践 形式等于实质 他能够实践 形式等于实质 他能够完成 观念等于行为 他能够做出 所知等于所行 所知等于所行 你要知道 所知等于所行 是人类最大的 一股满足 我知道了 我就能做到 今天我们要看 约翰福音几处的经文 我先看一下这一个 好不好 我们先看一下这一个 我们来念一下这个 很多人经文已经很熟了 我们来念一下这个 好不好 预备 请 耶稣在门徒面前 另外行了许多神迹 没有记在这书上 但记这些事 要叫你们信耶稣 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并且叫你们信了他 就可以因他的名 得生命 那圣经是一本 很特别的书 你只要解释完了以后 然后你懂了以后 你正解 然后懂了以后 是非常舒服的事情 否则我们这样看 你会把它表面的东西 抓到 然后你以为你已经懂了 其实没有 其实没有 这里面讲的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31节 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到底我们的信仰 要叫我们信什么 是信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我需要把这个东西 讲一讲 你就会很舒服 你知道所有的事情 都是这样的 你懂了以后就舒服了 你不懂就掉在那个地方 为什么要信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呢 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约翰福音 是主耶稣 升天之后 大概经过六十年 我其实可以不要 不要解释背景 可是我告诉你 有些人不懂背景 他听不下去 所以为了这些人 我们再花个几分钟 让他懂这个部分 可是这个部分 会帮助你 你不只知其然 而且知其所以然 知其所以然 会支持你 这个知其然的那个然 可以很久 那这个是约翰写的 约翰福音是新约 最晚写出来的一卷书信了 大概就是跟 《启示录》时间差不多 那个时候 马太马可路加都已经写完了 约翰福音是使徒约翰写的 他是跟随耶稣 最亲近耶稣的门徒之一 在耶稣升天以后 这些门徒继续传扬 到了耶稣离开这个世界 就是说死 复活 升天 又过了六十年 约翰才写约翰福音 才写约翰福音 当时有许许多多的书信经文 都已经把约翰 都已经把耶稣的生平写完了 可是约翰又写了这一卷 他的重点在说 来 我们再念一次 我们再念一次 预备 请 耶稣在门徒面前 另外行了许多神迹 没有记在这书上 但记这些事 要叫你们信耶稣 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并且叫你们信了他 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约翰写的启示录 那个是讲以后的事情 不是讲现在的事 可是现在就是我们 现在就是指 约翰一直到现在 那现在会一直延伸吗 就一直现在 一直现在 一直现在 最后就接上启示录 就是后来 对吧 所以约翰是写生命 然后最后到启示录 我们快要开启示录了 而且我们开的是专家的启示录 那十月开始 九月底或十月开始 大家拭目以待 我们找了那个 罗伟老师来跟我们开启示录 那你一定要想办法来参加 他本来跟我们说网路 我们说不行 我们教会的人都爱在一起 所以你要来给我们开实体 他就很高兴 说好那再开实体 我们请到他了 那启示录也是约翰写的 约翰说 约翰说 真正享受生命 体会这个生命的好处 可是在那个年代呢 他们所认识的耶稣呢 是不够完整的 那经过了这些年日 我们终于说 哦 原来 原来 约翰讲的就是这个 约翰讲的就是这个 好 那 耶稣是基督 耶稣是他的名字 基督是他的身份 耶稣是基督 或者我们说蔡洪昌 现在是我们教会的长老 所以我刚才叫做洪昌长老 洪昌长老就是耶稣基督的意思 洪昌就是耶稣 长老就是基督 这样 或者我们说 于国定总经理 这样 那于国定是他的名字 总经理是他的title 对吗 或者你说理见长老 或者是说布希总统 对吧 那布希又分为大布希 小布希 因为两个都叫布希 所以我们要把它clarify 说这个是谁 这样 所以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所以整本书的目的 在做这件事情 而这件事情 到底是什么意义呢 我下面讲 就很重要就是 这边的重点在讲 耶稣是 耶稣的所事 就是他的所行 耶稣的所事 就是他的所行 什么叫做所事呢 就是我是什么 就是他的所行 他就活出来 耶稣是神的儿子 他所行出来的 是有儿子的样子 耶稣是神的儿子 他是神的儿子 他活出来 有神儿子的样子 他就是所事 等于所行 耶稣也是真正的人 耶稣是真正的人 他是上帝所创造 人的样子 或人的 那个人的原型 prototype 圆形 圆形是prototype 对不对 圆形 圆形 当我讲那个圆形的时候 希望不要有人误会 说耶稣不是真的 不是 他就是一定要有个 全真的给我们看 耶稣是真的存在的 当然因为prototype 这个东西 它只是一个 我借用的一个讲法 就是他就是那个神 所造出来的那个圆形 其实神原先 造过一个圆形 对不对 就是亚当嘛 对不对 后来堕落了 后来神就说 原来给你们看 那个圆形是没有用的 因为你们会掉 所以呢 他就 他自己的儿子 他自己的儿子 就是他 儿子就是生命嘛 他把他的儿子拿出 那就给你们看 看这个 看这个 这个是不会掉的 听得懂吗 这个是不会掉的 所以耶稣就是那个prototype 准确地说 人是造的 耶稣的形象造的 耶稣比我们还早 亚当是造的 耶稣的形象造的 亚当是造的 耶稣的形象造的 就亚当堕落了嘛 神说 那只好把圆形 拿给你们看 拿给你们看 其实那个样子 不是外表的样子 更重要的是 内在的样子 所以你问我 耶稣有没有两个眼睛 一个鼻子 一个嘴巴 他有 可是那个是为了 我们给我们看 你听得懂吗 更重要的 不是那个外面的样子 是个里面的样子 我们最重要是里面嘛 对不对 你外面会不会骗人啊 不会啊 你少来了 你连这个都要争 对不对 早上秋华问我说 要不要画口红 这样懂了没有 后来我就说 要吗 他说我们都戴口罩 然后他又问我 说那我在 我到教会会不会把口罩拿下来呢 你听得懂吗 也就是说如果不拿下来的话呢 我就不画了 他如果要拿下来呢 我就要画一下 我们人就是这样子 如果你看不见我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我是怎么样的人啊 你看见我的时候 那不是真的我耶 我是为了让你看见 你说没有 我都没有让人看见 你少来了 对不起啊 我讲话比较粗俗 不过后来我听到保罗讲话 也很粗俗 我就安慰一点 后来我就发觉 讲话更粗俗的叫做耶稣 我就更高兴 我就更高兴 耶稣是神所启示出来 就是把他自己reveal给我们看 的他所创造人的样子 神对人最大的期望 就是他是 他自己所说的那个样子 他是他要活出来的那个样子 我讲他是本人 就是神所创造的人 就是我 希望的我的 就是我怎么说 我就怎么活 我怎么想我就怎么活 这是神对我们最大的期望 他要怎么样 他就能怎么样 这个能怎么样 要怎么样 并不是他能为所欲为 说我要杀人 我就要杀人 我要强奸 我就要强奸 不是这一个 如果你要这样 我也告诉你 你也做不到 对不对 你要杀人 你以为你要杀人 可能人要杀你呢 不是你以为的 你都能做到 我们乃是从正面的 好的 我们要活出来的样子 来 你知道我们现在读 马太马可路加的时候 我们都有美化的过程 因为我们如果把耶稣 很粗糟地读出来 很粗糟地读出来 你会不喜欢他 Am I right 但是因为我们说 他是耶稣 他是神的 所以你读他的时候 你就把他美化了 其实耶稣很粗俗 讲话很不恭敬 耶稣讲话很直接 很直接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这样子的人 而他那个人是对的人 你这样懂吗 我们今天为什么会 这么的这样子的修饰 是因为我们不敢 把自己活出来 我们对人生气 也不敢讲 是吗 然后 秋华说什么 我说是是是 为什么要是是是呢 好过日子嘛 对不对 其实我并不同意 对不对 但是我必须这样 我拿我太太开玩笑 是因为这不是事实 我只能这样开玩笑 对不对 我总不能开你的玩笑 对不对 我总不能跟红昌 说红昌跟慧伦 关系 因为我不知道真实的状况 可是我知道我真实的状况 其实我们要能够 活出来我们的样子 是很难的 可是我告诉各位 如果你仔细地看耶稣 他活出来的人 当时的人都讨厌他 真的 我觉得耶稣如果活在今天 我们大概没有人喜欢他 他绝对不跟我们这种 道貌岸然的人在一起 他跑去跟妓女吃饭 你知不知道在当时 跟妓女吃饭是什么意思 他就跟税吏来往 税吏叫做汉奸 他做了所有事情 是因为我们在美化他 可是我告诉你 耶稣基督是真实活着的 就是那个我们所 圣经上所记载 如果把它还原出来的话 耶稣所做的事情 都是我们看不习惯的 你越发认识他 你就越知道 我们其实人类最想做的 就像耶稣一样 可是我们不敢 我们不敢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想法 因为我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耶稣的所事 就是他的所行 他的所行 就是他的所事 昨天有一位弟兄写给我 他说T大法律系的校友 特别喜欢 并擅长讲虚假屁话 你看所以我教的朋友 都是很直接的对不对 他跟我讲什么你知道吗 我再念一遍给你听 我说原文照抄 只有他少了一个顿号 我把那个顿号加上去就好了 他说T大法律系 就是在指我 T大法律系的校友 特别喜欢顿号 其实并擅长讲虚假屁话 我告诉你 我完全同意 我完全同意 但我同意一半 为什么 完全同意是 他讲的全对 可是呢 上面那个是可以带换的 T大法律系的校友 我把它带换掉 所有的人 特别喜欢擅长讲虚假屁话 所有的人 所以他说我的时候 我就说 其实我就跟他讲说 我同意啦 我的讲法是 我同意 可是我没有同意的部分是 不只是T大法律系好不好 什么大的什么系都一样 对不对 还有没有读大学 的人也这样嘛 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啊 我告诉你哦 擅长 喜欢擅长讲虚假屁话 你只要是人 只要不被戳穿 只要你不被戳穿 你都是讲虚假屁话啊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不敢讲虚假屁话呢 因为你怕被别人戳穿嘛 答案就是很简单 所以我们在那当中游走 就是在想说 我怎么样表达出来 可是今天还有人 怎么样呢 即使愿意 即使会被戳穿 会被抓包 会被 抓到 他仍然讲虚假屁话 不是吗 政治人物都这样 有一个 一个资深外交官 是真正的资深外交官 而且我讲的是外交官 我讲的是正派的 不是那种后来的政客 我不讲政客 我讲外交官 台湾一个非常有名的 一个外交官 是一个正派的外交官 而且他是基督徒 他说 你知道外交官的特质是什么吗 外交官跟外交官讲话的时候呢 就是明明知道我所说的是假的 我要眼睛看着你的眼睛 告诉你那个不是真的假话 然后我也知道 我看着你的时候 你也知道我讲的是假话 但是我还要当成真话 来讲出那个假话 叫做外交官 听不听得懂啊 你知道 因为外交官就是 人跟人之间的极致嘛 因为它代表两个国家 你知道吗 它的极致就是 真的是人类的极致嘛 我们只是小外交官 对吧 这就是我们 可是耶稣完全就不是这样 完全就不是这样 耶稣不是这样 因为这个缘故 这也是我们对自己 最大的盼望 我们人类最大的盼望 就是能够活出 我们要活出来的样子 我们看到耶稣在任何的困难当中 他仍然感恩 你想不想要这样 在困难当中 仍然能够感恩 他仍然对人付出 他仍然喜乐 他不是没有难处 耶稣不是没有难处 但是他在难处当中 他活出一个真人 应该有的样子 所以上帝希望我们的是这样 可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总是要遮遮掩掩的 其实很辛苦 所以在这边 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圣经启示出一个人 应该有的样子 就是所事等于所行 耶稣所事等于他的所行 今天我们不敢把我们自己给别人看 你知道我这几年在欧洲服侍 我的观念有非常大的转变 非常大的转变 我们 我到欧洲去的时候 有些地方就是天体的海滩 或者是 他们不会限制人家这样 他们不会限制说不可以 但是有些地方比较麻烦 他稍微小心一点点 他们的理论就是说 我身体就是长得这样 有什么好看的 你有什么好看 你没有吗 你为什么要看我 这样 你知道其实是看的人的问题 你当你被看的人 不是问题的时候 他就不是问题 我们学校距离地中海 走路十几分钟 大概十五分钟 慢慢走 十五分钟 我们常常从海滩去 那巴斯兰岛的海滩是非常的漂亮 欢迎你们来 只要我在那边 我接待你们 你们一定要来 然后在海滩的时候 你走过去说 海滩很多人就是没有穿衣服 你听到没有穿衣服 你就有压力 对不对 你说我这样 怎么可以给别人看呢 不是 你连你自己这样都不能接纳 你连你自己的外表都不能接纳 我肯定你对你自己的思想 是不能接纳的 你不得不扭曲你的思想 听得懂吗 来活下去 你不得不扭曲你的思想 来活下去 那当然我们的社会 不容许我们这样 对吗 不容许我们身体这样 给别人看 可是我到欧洲去的时候 我就发觉 他们根本没这个问题 有一次我到北欧去 那一个朋友就说 李长老 我们整天都在服饰 累得要死 我们去走路 就这样 我去走山 那走走走 走到山上 然后就一直绕山 就有一块很大的石头 那个是夏天 就有一个女孩子躺在那边 全身一丝不挂 躺在那个地方 她就这样躺着 她在晒太阳 因为我们去欧洲很多年了 就见怪不怪了 就走过去 看了一眼就走过去了 这样子 你知道吗 她完全不要在乎别人 为什么 她如果不趁着 现在阳光出来的时候 让身体最多的皮肤 去接触到阳光 她就很容易得忧郁症 夏天到了 她一定要这样做 她才没有要管你呢 因为你得你的忧郁症 我不得忧郁症 你听得懂吗 你是你的事 我是我的事 今天我们所有 都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 所以我们不得不扭曲我们自己 可是耶稣不这样做 你不觉得耶稣这样做 就是一个很 正大光明的为人吗 OK 好 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其实圣经启示出一个人 应该有的样子 就是所事等于所行 耶稣的所事等于他的所行 耶稣有这样的观念 他就把他活出来 这就是所谓的一个真人 应该有的样子 我们常常 想得美 做出来比较差 我们常常会去批评别人说 别人做得不好 可是等到我们自己做的时候 我们老实说做得更不好 台湾又要开始选举了 所以抹黑的事情是绝对 绝对会有的了 然后呢 毕国两党呢 一个是中共代理人 一个是美国代理人 对不对 其实我们打的是代理人的战争 是不是 我们就是 我们就是那个两边代理的 两边代理的人 对不对 他们讲的话 他们自己都不相信 我不骗你 因为我知道 我认识他们其中一些人 他们讲的话 他们自己都不相信 但是因为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不然我怎么办呢 没有要活出自己 他们没有要活出自己 然后只好怎么样呢 抹黑别人 说别人错 我问你 别人就是错了 也不证明你对 是不是 听得懂吗 别人错了 也不证明你对 因为两边都错 所以你一直打别人的错 有什么意义呢 证明你对 然后证明你对 也不接着 就同时证明别人错 因为很多是观念问题 立场问题 角度问题 所以其实我们 最大的困难在这边 其实我们一个人 我那天跟国定兄说 我说我也是那种 忧国忧民的人 可是忧国忧民 要有一种程度 因为我们忧国忧民 国家不会变得更好 所以怎么办 我提出个简单的做法 我提出个简单的做法 那今天不是讲 讲这个方面 我就不讲了 或者我们对自己 有很大的期望 我们说要爱人 爱不下去 因为对方太讨厌了 其实对方讨厌不讨厌 跟你爱不爱人 其实是两件事 对不对 就是我要爱人 跟那个人可爱不可爱 是两件事 我要爱人是以我为中心 我要去爱他 可是他可爱不可爱 而且影响到我爱他 那就是他影响了我 对不对 所以不可爱的 影响了可爱的 对不对 你不觉得很可笑吗 我们希望总是对别人有空 我们希望对神 总是有感恩的心 我们对事情 总是忠心到底 可是一进入现实的环境 我们就发现 虽然有这个观念 可是有这个意愿 可是我们却做不到 我们的落实会打折扣 而一旦落实打折扣 其实也就好了 可是我们反而会难过 对不对 你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吗 其实做不到就好了吗 你承认吧 做不到嘛 可是我们又不行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受造 本来就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受造就是 说的要做到 想的要活出来 做不到你会难过 因为只有做不到难过 你才会回去做 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吗 如果我做不到 我就不会难过 这就是人之益于 禽兽者几兮的部分 因为我们受造是这样 你知道狗不会这样 狗不会像人这样 就一直要跳 跳到一定的高度 他跳几次以后 他就不会了 他就不再跳了 因为他已经知道 这是他的极限 他承认现状 可是人不行 你们还没同意我的 你们没听懂我的讲法 我是用简单的道理 再告诉你 男的道理就是 你其实做到副总经理就可以了 不要往总经理爬 听不懂吗 可是我们不行的 做完副总经理 一定要做总经理 做完台北市长 一定要做总统 很少人停在说 我这样可以了 很少 真的很少 你说 我 没有 我问你 你赚了一个月赚这个钱 其实就是你的极限 我可以告诉你 可是你不行 对不对 你说那我为什么 别人可以赚得比我多 你也不想想 别人的条件 跟你条件完全不一样 好吗 你就是我不行 对不对 然后别人的孩子怎么样 我的孩子就要怎么样 承认嘛 不行 我们不能承认 我们什么都不能承认 然后我要做到 这就是我们的困难 我们不能承认现状 小时候 我常常看到李珍 就是我儿子 国中的时候 就要去摸那个墙壁 摸那个天花板 一定要摸 他从差这么多 到一直 因为还一直长了 对不对 有点他摸到了 高兴得不得了 好了吧 你听懂吗 他跑去摸客厅的天花板 你听懂吗 他摸了厨房的天花板 他说 他要去摸客厅的天花板 这就是人要往上爬 可是而且我们是无极限 我们是无极限 人是无极限 你知道为什么 我们无极限吗 因为神就是无极限 所以我们创造的时候 里面有一个 要追求无限的盼望 有点难 可是在这边圣经上 让我们看到一个真理 耶稣的所事 等于他的所幸 换句话说 那prototype是有的 我们看第二个 耶稣是行神迹的主 他所行的就是神迹 这就是耶稣的所事 就是他的所行 我不会超过时间的 我会让你们有安静的时间 讲不完 我们以后慢慢讲 这个不急的 耶稣的所事 就是他的所行的外在表现 耶稣他的所事 就是他的所行的外在表现 那就是神迹 他行出来都叫神迹 其实我们对于神迹 一直有个误解 到现在大部分的 就是都还在误解这个东西 还在误解这个东西 其实这边耶稣提到 耶稣行了许多神迹 可以叫人相信耶稣是基督 耶稣是行神迹的主 什么叫神迹呢 其实神迹是指神所做的那件事 叫做神迹 而不是因为这件事情 我们从来没想过 我们从来没听过 我们从来没看过 我们很期望我们做不到 就突然来了 我们就做到了 不是 我问你三百年前 如果你看到天空上 有一个金属在那里移动 你会说什么 那是什么东西啊 对不对 现在呢 那就是波音嘛 对不对 对不对 那速度更快的 那个叫做战斗机嘛 对不对 一个金属在那里飞来飞去的 三百年前 那我先问你啊 我先问你啊 那如果我们现在看到一个 我们现在看到一个 超光速的机器 如果 我们看到 你会说什么 外星人嘛 就很合理的解释啊 可是你像 你知不知道 有没有可能三百年后 就会 我们人类就会超光速了 我告诉你 可以的 可以的 三百年前 也没有说东西会在天上飞 除了鸟以外 人都飞不上去嘛 所以重点不在于 那件事情奇怪不奇怪 而是 那件事是谁在做 今天看超光速不可能 可是所有的科幻 都告诉我们 超光速可能嘛 对不对 快要有那种 无人驾驶的车出来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五级是全部都不用人动 要到哪里 就到哪里 当然中间会有很多的问题 这是人机嘛 对不对 因为人努力出来的 神机不是 所以我们一直是以为说 超过我们能力了 就叫神机 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 那件事是神做的 叫做神机 那件事不是神做的 不叫神机 因此在约翰福音里面 从来没有把神机 我们翻成神机的这个字 说这是耶稣在 所行的头一件神机 这个神机 是我们中文翻的 他这个神机 其实叫做记号 因为翻成记号 我们就读不懂 其实这些人太 太小看我们读圣经的人 他就直接写 记号不是很好吗 搞了半天 我们今天一闹想看神机 那他说记号 sign 不是miracle 耶稣在门徒面前 另外行的许多神机 他说 耶稣在门徒面前 你看这边 耶稣在门徒面前 另外行的许多神机 没有记在这书上 这个神机其实是记号 耶稣做的记号 耶稣做的事情 就是记号 耶稣做的事情就是记号 因为耶稣所行的 因为耶稣所行的 所以我们叫他神机 并不是因为那些事情 很稀奇 我们称为神机 不是 其实魔术也很神奇 对不对 你们看过魔术没有 那个魔术没有解开以前 你觉得神奇不神奇 简直不可思议 所以有一个人 后来不是 很多年前有一个人 解人家的那个魔术 有没有 那个人每次都戴着头套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会被人家干掉的 不是 你这样的别人 还做什么魔术啊 你都把人家解掉了 人家怎么赚钱啊 那Las Vegas看什么啊 你听得懂吗 那些魔术很厉害的 可是解开来就没有什么了 那个叫做人机 那个叫做人机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机不一定很稀奇 神机是神所做的事情 我相信如果你是基督徒 你一定常常碰到神机 刚才我们唱那条歌 如果我们等一下 可以再唱一唱 我也不错 说遇见你就是怎么样 就遇见幸福 遇见你就遇见幸福 那就是神机嘛 我问你 幸福感重要不重要 幸福感是因为什么 幸福感有的时候 并不一定那件事情成就 对不对 你知道有时候幸福感 是那件事情不成就 你还是有幸福感 很多事情呢 你想要的要命呢 你要到了后 你没有幸福感 所以神机很可能是你在悲哀当中 得到的安慰 神机有的时候是 别人有需要 你突然说 我去帮他 我做一个实验 因为人家写的嘛 人家写的 我就去做那个实验 他说 他说 当你坐计程车的时候 如果是95块钱 你拿100块给他 跟他说你不要找 然后你就会有 你就会有幸福感 我说会吗 你知道吗 我就实验 我就实验 然后他高兴 那个文章是说 他高兴 可是你比他更高兴 所以你就用五块钱买到了高兴 我就在想说 这对吗 这对吗 我问你们对吗 Try it 你试试看嘛 那当然如果你比他还穷 不必这样做 你听得懂吗 如果你比他还穷 你不必这样做 可是如果你比他有钱 他95块 你给他 然后你就会有一种幸福感 我告诉你 这是上帝放在人类里面的通则 很奇怪 可是我们就 当然了 他有的时候 他就故意不找给你 有没有 我们现在是在讲 不是讲这种事情 我们在讲这种正常状况 你心里就不要让他讲说 不要找你 对不对 拿出来95块就说不要找了 然后你下去的时候 你看看你有没有幸福感 因为上帝就是这样子的上帝 上帝是这样的 上帝是慷慨的上帝 上帝是富足的上帝 所以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上帝是说 这就是神机 因为这个神机已经定在那个地方 这是上帝做事的方法 你在极大的痛苦当中 你突然得到释放 你在不可能喜乐的时候 你突然一喜乐起来 这个叫做神机 我7月31号 我进到那个机场的时候 我在飞机上就觉得怪怪的 就怪怪怪怪的 下了飞机之后 他就叫我们去 你们都知道要用 他是用口水来测那个PCR 我就测了以后 他也没通知我 你知道他没有通知我 第二天我就不舒服 不舒服我就赶快 自己一测 就阳性 阳性我就马上打电话给我们医生 我们那个医生今天本来说要来 他没有来 他在荧幕上面 你还在看吗 OK 你要在看 因为我在讲你的真实的事情 我就跟他说我的状况 他就跟我说 李哥他说我帮你看 看完他就跟我说那你要吃药 非常仔细 问得很仔细 说你要这样 然后一直调药 一直调药 要让我的症状解除 对 因为这只能症状解除 他不能解决那个问题 症状解除 你猜我有没有祷告要立刻好 有没有 当然有 你觉得我不相信上帝吗 我当然有 可是我更相信上帝的事情是 他说我立刻好 我就立刻好 他说你慢慢来 我就慢慢来 这才是真实的信仰 我没有因为上帝没有医治我 没有立刻医治我 我生气 我没有 因为我已经对他很认识了 他不吃我威胁这一套 你再不医治我 我就不信你了 上帝说 Go ahead 亚当不就是这样吗 对不对 那我们就以为我们很了不起 就会跟他杠 我没有 我乖得不得了 我乖得不得了 我就 我每天祷告 你知道很辛苦 我很辛苦 不一定每个人都有 然后 就没想到引发我的气喘 引发我小时候气喘 我小时候 有时候弄起来的时候 一天要跑两次医院 一天要跑两次医院 气喘就来了 来了的时候 你知道我 站着都还听得到声音 听到什么声音 就 耳朵都听得到很大声 有一天 我就跟秋华讲 秋华说 怎么会有这种声音 我说你趴在我这里听 然后还不要 你一躺下来 那声音好大 就这样 咻 这样的声音 我说怎么会有这种声音 后来我就是 我就是告诉那个 那个 那个 燕医师 燕医师就拿 拿药给我 就叫我吸 就那个 那个 吸入器 扩张器 吸入器 一吸 每天就吸 靠那个 活到现在 感谢赞美主 我请问你们 生意碰到困境 拿不到订单的时候 祷告不祷告 西部乡有神机 一祷告 一起来 电话进来 一接 大订单 当然 当然要 当然好 当然应该这样 这对着神来说 是 piece of cake 你知道吗 因为他装造 宇宙外游的时候 不是这样就结束了吗 对不对 他为了让我们明白 还搞了七天 他不必七天 他这样就结束了吗 他是为了让我们明白 或者是说 或者是说 圣经在写作的过程 为了让我们明白 神是有顺序的神 所以他就这样写 他有顺序 他可以七天 他可以浓缩成 一秒钟 可以啊 他做每件事情 都很奇怪 他照这个天地的时候 就做完了 对不对 可是要做会幕的时候 叫他们 大家奉献东西 照会幕的时候 叫大家奉献 这还蛮啰嗦的 什么 黄色紫色 什么金色 什么金银铜铁 什么蓝色紫色 珠红色线 还规定了一堆东西 还要怎么样 要怎么样 后来他们在收的时候 还有不及格的 还退货 神需要这样吗 我常常在想 神有时候蛮麻烦的 他就跟那个会幕说 会幕 我就好了 这多神啊 对不对 这种神住在里面 大家都高兴 对不对 然后大家 一人捐一点 一人捐一点 还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还盖了个半死 还要丈量 弄了个半天 神说好 我住在里面 你觉得这种神神吗 不神吗 可是我告诉你 这就是神 他要这样做 他就这样做 我告诉你 更神的一件事情是 你祷告了 订单没来 你继续往前走 你继续往前走 这更神奇 你一定要相信这件事情 如果你一祷告 订单就来了 表示你是一个baby 神为了让baby 你知道吗 昨天啊 我请神学院 那个 新的神学院院长 跟教育主任到我家吃饭 因为他们正好都在台湾 我去他们吃饭 聊完了之后 我去我累了个半死 怎么了 我都快垮了 结果李杰打电话来说 可以过来吗 可以 然后就过来了 然后呢 我们就是抱那个小的丸 你知道吗 那个小的 就是小的 他现在应该在那边吧 大概一岁左右 他唯一的方法就是哭 对不对 或者叫 他一叫 我们立刻就过去了 因为 他是个baby 所以你一祷告 然后一张开眼睛 东西就来了 You are a baby 但是我感谢主 你是个活的 你知道吗 还有人是死的 对不对 你是个活的baby 可是随着你成长的过程 不会再这样子的 你放心 你相信我 我信主五十几年了 我是很认真在信的 我信主 我做牧者 都超过三十年了 什么事没见过啊 苦 苦祷告神不听得多的呢 那神到底在不在啊 其实那才是神要做的事情 就是随着我们成长的过程 神机 是神做的事 这样懂了没有 这样懂了没有 你一祷告以后 订单就来了 我问你 你还需要努力吗 就不需要了吗 那你知道你做生意的能力 哪里来的吗 做出来的吗 不是靠出来的吗 你靠的话 靠爸就够了嘛 是不是 你就没有爸可以靠啊 所以很多人 就说什么 上帝是爸 对 上帝是爸 但不是那个爸 你要搞清楚一点点 如果你的父亲 是总经 是大企业的大老板 让你一下子就做总经理 我告诉你 你做不久了 这个企业就是你拜的了 专门做起来给你拜掉 你听得懂吗 不要的 不要这个东西 从零做起 你知道我认识多少美国人 你不要讲说 现代的那些什么 比尔格斯啦 什么巴菲特啦 这些人 他们真的假的 我们不知道 什么捐百分之多少 什么成立基金会 我现在不要管这个东西 我认识很多美国人 是真的全部把钱捐掉 你知道为什么 天主教这么有钱吗 你知道为什么 教廷这么有钱吗 因为大部分的天主教徒 死的时候 把全部财产捐给教廷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 他儿子不要这个钱 他不要害他儿子 他不要害他儿子 我常常告诉那些 在欧洲的中国人 他们比较多 更多是大陆人 他们赚很多钱 他们给他们儿女留 比如说 120万 爸妈留给你120万 高兴不高兴 高兴嘛 最好不要120万 1200万好不好 我跟他讲说 你知道120万是什么意思吗 120万欧元 是他十年之内 不需要工作 每年 每个月 还可以拿到 1万欧元 这样对他有什么好处 我问你 对他有什么好处 不过你没好处 我不骗你 你就自己弄 自己弄 我们想不清楚的 我们从上帝 做我们的仆人 拜托啦 订单来个20张啦 而且啊 来了20张 我还不要动手 钱就进来 你知道吗 怎么有这种事嘛 不应该这样想 你就是应该做 你应该做 来 我再问你们 夫妻吵架 祷告不祷告 祷告吗 不祷告啊 当然要祷告嘛 可是祷告完 要不要去和好 谁先和好 就谁先祷告 谁先和好嘛 对不对 那我们都不是 这样祷告的 主啊 让他悔改 对不对 让他低头 主啊 是他错 我们都这样祷告啊 所以我们的信仰 会不成长在这边 因为我们的所知 我们的所知 跟我们的所事 跟我们的所行 是两回事 我们知道我们上帝 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他希望我们怎么样 可是我们却没有这样做 我们却没有这样做 我可以告诉各位 夫妻吵架 当然要祷告嘛 当然要祷告嘛 可是祷告 应该这样祷告 主啊 我错在哪里 我该怎么收拾 不是主啊 你看他这样 打他 你们笑是说 我讲对了 对不对 对 我知道你们用 打他这两个字啦 可是你其实心里 是这样想啦 对不对 我可以告诉各位 今天如果我们的信仰 是我讲的那一种 一祷告病就好 一祷告订单就来 一祷告对方就跟我低头 你只有越来越巴护 你只有越来越凶悍 你还会有什么 很多人跟我说 李长老人在欧洲怎么样 我告诉你夹着尾巴做人 你知道有一个杂志 专门骂我 15年了 每年12期 还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在骂我 杂志 你知道我起来好生气 因为他讲的不是真的 我后来好高兴 因为这样我就只好都夹着尾巴做人 我仰望主 我起来说主 让他不要写了吧 后来我想 我现在不这样祷告了 因为他不写 我就会骄傲起来 你知道吗 他讲的都不是真的 我知道就好了嘛 有一天我就问我们那些董事们 我说你们 你们看了没有 看了啊 我说你们看了没有 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他说李长老 如果我们看了就相信他的话 我们就不会跟你在一起了嘛 你明白吗 可是我不行啊 我又把他干掉啊 这就是我们人 可是后来我就知道说不是 他是神放在我生命当中的一个美好的事 真的是一根刺 只有那根刺会让我们在上帝面前 这是神的恩典 你知道这样的观念一转过来 而且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那观念一转过来 就好了 就好了 不然你想想看 我每一年要筹200万欧元 我每一年要筹200万欧元 我想我在你们当中 大概没有跟你们要过钱 对吗 我要过钱就是说 你帮我欧华奉献一点 除了非常少数的人 我知道他也有奉献的心 我会让他知道 我这里真的是 现在有一个缺乏 我不夹着尾巴做人 我要怎么样 我真的不会到宏昌面前 宏昌上帝感动我 让我告诉你 你要奉献100万 我绝对不做这种事情 因为如果上帝要感动他 上帝会去感动他的 我不需要做这个事情 我要做的事情是 好好的做我该做的事 好好的建校 好好的陪老师 你知道我爱每一个老师 爱每一个学生 爱那些院长 我是真心愿意这样做 因为这个是 耶稣要我们做的事 至于钱 不就是他的吗 对吗 他要给 你还收不来不及呢 因为他要给 你还来不及呢 你看当年下下来的玛纳 没有收到的有多少 神也不在乎 减了就是你的 对不对 减多了没有用 减少了也没有不够 那你出去减 第二天早上起来 太阳一出来化了 神干嘛做多的呢 那只要把那些多的给我的 我的学校就够了 所以不用担心这个事情 担心的我们不是 所知等于所行 所事等于所行 担心的是 我们不知道 他是行神迹的主 今天讲到这边 我给你一个题目 然后我们有点思想 祷告好不好 我给你们的题目就是 有没有什么是 你想做 你想做 但做不到的 往好的想 不要往坏的想 你存款已经够多了 不要再求更多了 就是你想做 但你做不到的 有没有这个东西 想得抽象一点 想得高超一点 其实那是你心里面 很深的东西 把它叫出来 第一 找不找得到 第二 你要怎么做 你要怎么面对 好吧 OK 好 有一两分钟 好不好 给我们音乐可以吗 那边给我们音乐好了 那你可以安静 好不好 一两分钟 好 我要做结尾了 大概 二十多年前 三十年前 有一个人去算命 最近又有一个人 跟我讲算命的事 他就跟我说 都是基督徒 他就说 我算命好不好呢 你知道我跟一般人 不太一样了 我就说 没关系 去算了 吓一跳 你知道吗 你说老 没有人像你这样的 算命可以吗 你读旧约嘛 当然不能算命嘛 对不对 我说 我说你算了 他告诉你 你会赚钱 你要不要努力 听得懂吗 那次是一个选举 是一个选举 台北市议员的选举 他去算命 我说 假如那个人算 很准的 香港的铁板神算 你如果知道香港铁板神算 你就知道他多厉害 他去算 他会不会选上四亿元 他钱都交了 八字都送过去了 他来告诉我 他去算命 他问我说 李章老 我去算命了 我没有说好或不好 我说我问你一个问题 他如果算你会选上四亿元 你努不努力选 努不努力 你躺着选吗 他说没有 我非常努力选了 我说他如果说你选不上 你退不退选 他说我不退选啊 我说那你干嘛算呢 后来他说那我怎么办呢 我说你平心静气的 你该怎么选就怎么选嘛 你就这样就好了嘛 你知道吗 后来他就说 他打电话去跟那个香港 香港那个铁板神算 住在台北一个五星级的大饭店里面 他就打电话进去跟他说 他说我是某某某 他说我那个东西不算了 他说我不算了 你知道那个铁板神算 跟他怎么说吗 我这一辈子出来到现在 没有一个人八字给的我 还拿回去的 没有 他就说但是我不算了 这样 他就说好 他说我告诉你 我也还没算 所以呢我八字退给你 然后钱退一半 因为先缴钱才可以算的 他说我钱退你一半 然后你知道那个基督徒怎么说 他说只要不算就好了 那你退我多少都没关系 他就说但是呢 道义有道嘛 对不对 更何况在他认为他不是道啊 他不是强道的道嘛 他说我退你一半 这公平吗 那个人说公平啊 我就退他 最近又有人就去算命 问我好不好 我就说算了结果 他讲怎么样做 你要不要努力 要嘛 他讲不要 你这个东西做不成 你还要不要做 看状况嘛是不是 我说你何必呢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其实我们最重要的生命 是我们跟神的关系 你不用跟神问那些 很多人跟神说 我这样做还那样做 我后来讲一句话 你问神 神不回答你的居多 但是神要你知道的事情 你肯定不会不知道 这样抓到重点了吗 你向神问 我没叫你不要向神问 我只是说你向神问的东西 他不回答你也很正常 那不回答你怎么做呢 就已经给你够多的这个了嘛 一定给你够多的这个了嘛 一定给你够多的这个了嘛 你就做嘛 你一定会有成功或失败 可是他如果要告诉你 事情的时候 你一定会知道 那你就去做就好了 这样够清楚了吧 所以你问我可不可以算命 我i don't care 就是你的心态是什么 今天也是一样 明明白白有圣经 你不好好读 然后一天到晚说 神要我做什么 神要我做什么 真的不必 相信我 这辈子走完才会知道的 暂时的起来 没什么了不起 要一直走到底 才是神的恩典 我们来祷告 天父今天 我们开始讲生命 有别于上一次的那个逻辑 我们这一次更深的是要看到 那个生命在我们里面的发动 求你让我们因为接触到真实 我们有被触动的感觉 求你来恩待我们 听我们祷告 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能不确诊的就不确诊 主要如果确诊的 我们安心在你的面前 我们继续地仰望你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儿女 我们的所有的一切 都交在你的手里 主让我们一步一步地 走在稳定的里面 而不是我们想要什么 或我们想逃避什么 主按照我们 你给我们里面的生命 我们就活出来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